美濟中海侵襲台灣 新竹五峰鄉桃山村居民 27號上午開始撤離居民 安置在桃山村村辦公室 但辦公室除了窗戶老舊 不斷漏水之外 就連上個廁所也相當不方便 都要前往樓下使用 特別是對行動不便的老人家而言 更是相當危險 如果說要休息的地方 已經是漏水了 然後去廁所 女孩子老人這不方便 一下去我們都要換一套衣服 因為全部濕了 每次颱風我們都會來這邊拿 因為這邊比較安全 但是這邊也是 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你看我們這個後面這個 都會清水 玻璃都會清水 每次都要掃 你看我們都要準備水桶 跟那個哨把跟哨策那邊掃 村長強調 雖然颱風天糧食足夠 但居民只能打地鋪 遇到天氣冷的時候 居民都無法休息 像我們應變中心的物質也是都可以 夠我們吃一個星期的食粮 都物質都有準備好 都還可以啦 就是說我們會給村民委屈了一下 鋪地上 想說真的有一個可以幫我們一下 哪怕是簡單的床鋪啊 這樣睡在地上也是都 他們也是非常的也不舒服啊這樣子 雖然物質足夠 但遇上冬天 安置中心遇上漏水 居民根本沒有地方休息 加上設備的不完善 居民都盼望政府給予協助 讓他們能有一個安穩的地方 可以度過風災 記得老爸爸號新竹五峰採訪報導